快点快告诉我 我爸到底跟你说什么了 他不会真的让我们 去办婚礼吧 你不想啊 我很奇怪 照理来说啊 穿上婚纱 父亲牵着你的手 步入婚姻的殿堂 这不应该是每个女人 都幻想的事情吗 你都说了是幻想了 可实际情况呢 我倒觉得婚礼就是一场 大型的尬聊座谈会吧 怎么说 我的社交圈子 十个手指头都能数过来了 你呢 要请个人也没几个吧 那到时候来的 都是我爸生意厂上的 那些朋友 明明不认识 还要笑嘻嘻地打招呼 硬聊 相当都觉得那么可怕 对你这么一说 我倒是有点期待 这样的场景 没有啦 其实呢 你爸是在说 你嫁妆的时候 他给你 准确地说 是给我们买了一套房子 你说了 本来想说呀 但是我发现了更好的东西 什么 就是 俊阳娘 我可是掌握了你的黑历史吧 没想到你小兽长得这么丑 什么呀 不是 我看看 天生就是个舞蹈家的人 当什么科学家 你知道我手上拿的是什么吗 不知道 这是什么呀 虾条 就是那个有罗生纹的那个 我头上绑着这个丝带 不是发墙 是那个绑礼物的那种丝带 这个真的挺可爱的 比这小兔子可爱吧 其实你没发现吗 你的表情和他挺像的 就唯一有一点 什么 是不是你小时候有个外号 叫葫芦娃呀 为什么 你看葫芦的那个形状 你再看看你的腿 你的胳膊 你说我的腿和胳膊像藕啊 像葫芦 怎么会像葫芦呢 小时候我跟你说 大家都喜欢我 那你 那你妈妈 有没有给你取一个什么外号 小时候大家都叫我 少美妞啊 粉嘟嘟得特别可爱 去为爱分不顾身 过明天会是怎样 嘉宁 我妈妈曾经对我说 人死了之后呢 就会变成天上的星星 保佑她爱的人 我觉得我这辈子能遇见你 一定是阿爸阿妈在天上保佑我 那我就记替你阿爸阿妈 继续好好爱你 尹尹尹鲁环灶 得提醒你 小 rapidly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